不是通过政策辩论、选举投票 或者是任何其他制度化的机制 新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在今天集体亮相 美国主要媒体都在关注 已经从9人缩减为7人的新的领导层 在权力交接过程缺乏透明的情况之下 究竟能不能够为中国带来改变 美中关键时刻 我们从美国华府的记者观察开始 带您深度了解国际社会 对于中共新领导班子的评价 上周美国总统大选刚刚尘埃落定 紧接着就是中共的十八大 可以说目前是一个决定美中未来的关键时刻 美国媒体普遍十分关注十八大 他们认为这将对美中关系 及整个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焦点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日前发表文章说 大陆新领导层面临突出的矛盾 严峻的挑战以及各种政策选择 而做出正确的选择并不容易 另外中共权力交接后 到底谁能真正掌握实权 关系到未来美国要和谁打交道的问题 中共是专制寡头统治 未来习近平当政能否掌控党政军大权 至于习近平能否推进政改 主流媒体也很关注 不过华尔街日报并不乐观 他们以中共领导人换届面临考验为题指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权力交接过程缺乏透明 凸显出矮板的列宁主义政治制度 与要求越来越高 越来越精通互联网的公众之间的脱节 美国政府目前还是寄望 与中共未来领导人合作 但专家也指明 对于美国真正的威胁就是来自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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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美国之音指出 18大闭幕没有实况转播 表明北京政坛仍然扑朔迷离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